家长明天来学校一趟 这月第三次 家里有个读书的 就是愁啊 回来了 爸 老年大学的作业都做完了 早做完了 我在复习单词呢 哈板凳 哈板凳 这么烫 爸 你又不自觉 考试是为我考的吗 有一个老顽童爸爸 是什么体验 不是我说 你爸也太难管了 你们三儿都要请教 怎么了 头晕 你言话 站不稳 我昨天晚上都开始拉肚子了 现在还疼 难受 你呢 我拉肚子拉得头晕 三个家起来都快两百来岁的人了 居然请假去钓鱼 这确实不对 这老年人房陈迷还是得抓 哪个子女不忘爹成龙忘妈成风 老是教育的对 带头请假也就算了 你爸还带头扰乱课堂秩序 看看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哟 今天收拾的状况连错 咋的了 想晚点了 去去去 看看 富海一百分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女儿送的父亲节礼物 飞科智能感应剃须刀 剃须刀二里 我也有 那可不一样 这是智能感应剃须刀 没有按键的 贴到下巴上就能用 而且剃得又快又干净 是好看的 但你这是充电的 不能水洗 这些就坏了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是全机身可水洗的 比你的小刮刀强多了 嘿 小棉袄就是不一样吧 给我试试 你说大家本来记忆力就不好 他这么一闹 全班就只知道他说的剃须刀了 我家这爹确实 还挺有销售天赋的哈 这位家长 你是不是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 你爸爸已经严重影响到咱们班其他同学了 寒假就剩下三天了 我们一定要趁孩子发现之前把作业做完 老薛 以前你是脑科的 电脑科就交给你了 我这辈子也没研究过放脑科呀 老薛啊 英语给你 别整天提着鸟笼啊 鸟语之间一定有共同之处 别瞎讲 我这鸟语可比那个鸟语好懂多了 我说你们做孩子的也有责任 这老年人就该有老年人的样子 发生了什么? 那边就给你看 听不听 我看 我看 我没听 我看 在准备 这个 我看 自己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